《善男子言参除业障者》 善男子就是普賢菩薩,又呼起當機善財同志 意思就是引起祂的注意 因爲在十大行願之中,前面已經解釋了三大願 現在就是繼續解釋第四懺悔業障願 所以就呼善男子言,言参除业障者 所謂参除业障是什麼意思呢? 慘是懺悔,罪是消除 因為懺悔所做的罪惡,改往修來,誓不更做 又這樣,罪惡就得以消除 但是,既然是說懺悔,又應該要怎樣實行呢? 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恥劫中,由貪真知發生口義 若諸惡業無量無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仇 那這一段的經文,就是那名罪惡是極之多的 那這個罪惡,究竟是由哪裏引起的呢? 那是由貪、恩、賜、發動新口義的三業,所做下的罪,是無量無間這麼多 那既然做下罪,有了罪業,就需要殘悔,就說明罪相是多,以及恩心是廣大 菩薩自念,既然發了心,廣學菩薩行,即是想成佛 那這個發菩提心,修十八行念的人,就是菩薩 自念,就是自己想念,警覺自己,這一念呢,就是國招,國招自己的心性,是與佛齊等,無有分別 因為一切知佛,已經是得到成佛 為何我們自己仍然在生死留著,不得到成佛呢? 既然,既然佛心,與我的心,是齊等,何以我們不得到成佛呢? 這些,就是由於有象的緣故 我於過去無恥劫中,就是菩薩念到自己,從無恥劫以來 由於一念迷根希望,直至現在,於其中間,經歷行河沙,又行河沙劫 因此這個時間,太長,找不出初始之相,所以稱它為無恥,是無有頭緒 由此,就可以知道時間是極之長 此舉出這個長的時間,就可以明白到自己,於生生世世之中,作業是極多 由貪真痴,發生口義,貪真痴,是眾生的三毒煩惱 由於外景,或者人事這方面,在外景,人事,如果是如自己的意,所謂稱心如意的 這個環境令自己歡喜的,這樣就是同自己的心意相遂 所以,所以,環境或者人事如意相遂,好的,就生歡喜心,生愛心,這些就是屬於貪 如果外景或人事如意相遂,如果外景或人事上不如意的,和自己的心意不相遂,不好的,就在憤怒、怨道、親行之身 因為自己不了達,一切外景諸法,都是虛幻不實,不過是暫思假有,不是真實 但是呢,不信因果罪福,這些就是屬於痴,由此貪、親、痴、煩惱所驅使 發動我們身,發動我們身,發動我們身,口、意,作五頁,十惡,種種的不善業 前面曾經曾經說過,五頁就是,是父、是母、是聖人,即是阿羅漢,以及出佛新血,極惡意、破和合爭,這些就是五頁罪 即是阿羅漢,以及出佛新血,極惡意、破和合爭,這些就是五頁罪 那些時候呢,佛的堂底,提婆達多,時時都跟佛作對 他的心意呢,經常都想,如果害死佛呢,他自己就會做新佛 因此呢,時常都想害佛 有一次呢,佛陀出外行跨,回來,在這個路上 提婆達多呢,知道佛呢,回來,一定是經過那條路的 所以在這條路的山上呢,偷著佛走過,當佛走過的時候呢 他就在山上,推一塊大石下來,希望這塊大石呢,能夠摘死佛 誰知道呢,那個時候呢,胡法金剛呢,知道他有害佛的心 因此呢,當他用這個,推這個石頭下來的時候 胡法金剛神呢,用一支金剛寶柱,擋開這個石頭 因為你知金剛寶柱,擋佛頭的時候呢,就變了打出那些碎石 那些碎石呢,就切到來佛陀的腳趾那裏,就出了血 那這種呢,就屬於出佛身血 所以提婆達多,因為有這樣的罪 後來呢,就是落於地獄那裏,受這個地獄的果佈 那這種是出佛身血 那但是,現在,未有佛在世間,佛陀已經入滅了 未來的佛,未曾出世 那所謂出佛身血呢,就是如果那些 不信因果,不信罪福的人呢,惡意破壞佛像 或者是將佛像的身上的金,去剝下來 或者呢,是將佛的頭呢,佛像的頭呢,切了下來 那這些呢,都是屬於出佛身血 那這個五逆罪,師父、師母、師聖人 出佛身血,可和合爭,都是屬於五逆罪,是屬於最大惡極的 至於佛惡業,就是身做殺盜人 口作、兩竊、惡口、妄言、語語 那即是花言、奉誡、奉誠、蒙騙對方 以增加自己的利益 那這些呢,兩竊、惡口、妄言、語語呢 就是口的四種罪言 二的三頁,即是前面所講的貪、真、貼 一切惡業,都是不離這十種 所謂身、三、口、四、二、三 由此身、口、二、三頁 做下的罪,是無量無顛那麼多 實在呢,就是太多,無法衡量 故此叫做無量無邊 反過來,身誤作殺盜人 口誤作、兩竊、惡口、妄言、語語 依不起貪、貪、真、痴 就是屬於十善業 故此、實惡的相反呢 就是十善 若此惡業,有體相者 盡虛空界,亦不能容受 在凡夫位之中,未曾斷除三毒煩惱 故此每日起心動念 在這個生活行為上,都會犯過錯 從無恥多生多結以來,未曾遇到善有知識 因此,就未曾得到問佛法 不問佛法,就不知懺悔 所知的,只是知得作罪 不知都反省 故此所犯落的過錯,是無量無邊 罪傷是無益 不是物質,眼是見不到的 假如所犯的惡業,是有形傷 有實體的畫 由於世間上的物件 有體質,拿得起 我們看得到的 這樣,無量結來 所犯的罪 一件一件儲存起來 佔有的空間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就算盡虛空,都不能這麼廣闊的範圍 都不能夠完全容納得到所犯的罪業 在經裡面說 知惡如衰微,造罪滿大地 捨身與仇身,不覺亦不知 我們無量結以來 每一生作下種種的罪狀 因此是從無恥結以來所做的罪 所激的惡業 好像衰滅山那麼大 所犯落的過錯 實在是遍滿於大地 那麼多,那麼廣闊 每一生所做下的罪 這一生完結之後 又去受第二生 又這樣,捨身與受身 從此處捨身 去差處受身 於是捨身與受身 生生世世 都不知 都不覺得 自己犯落這麼大的罪狀 只有是越積越多 每一生都犯下這個過錯 因為你的罪業 是無緣相 故知眾生做了 亦都不覺 亦見不到 不需要用地方收藏 不同我們現在人間的普通人 他們喜歡收藏的垃圾 堆積如山 總之是什麼 膠袋 什麼罐頭 總之出家 他就去撿 出家就去撿 撿了回來 就儲存在家裡 家裡的空間 都被垃圾佔滿了 自己連睡覺都沒有地方 吃飯都沒有地方 這些是有形象的物質 所以這個空間是被他佔了 但是我們所犯的罪業是無形象 因為見不到 不覺得自己所犯的罪障是大 所以做了亦都不覺 亦見不到 就不需要用地方收藏 其實這種無形象的罪業 比有形象的罪業更加多 更加廣大 雖然這個罪業是無形象的 但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白色田 亦都是無形象的 雖然無形象 一切善惡欲的種子 都納受在這個深田之中 而無有為失的 你這個做善業 善業的種子 亦存在這個深田之中 做下惡業 惡業的種子 亦都印在這個深田之中 所以善惡業種 印在深田之中 直到因緣成熟的時候 就會發生言行感受果佈 這些果佈 就表現在每一個人 每一個眾生的日常生活所感受之中 他就在經中裏面說 假使百千劍 所作亦不莫 恩怨匯如蛇 果佈就還自秀 正所謂自作還自秀 絲毫是不願得人 通通是由自己一手做得來的 自己感受善報的時候 又是自己過去生中做善恩 自己感受果佈受痛苦的時候 亦都是因為自己過去生中種下惡恩 因此到因緣會議的時候 果佈仍然是自己感受回 但絲毫是不可以願得人 好像佛世的時候 有一天佛陀出外行花 帶著兩位弟子 家蝕尊者和柯南尊者 當他們在路上走走走的時候 因為天氣很熱 太陽又慢 感到有些口乾 口很乾 但是因為未曾得到有水林 後來一望 望到前面 有一個很大的西瓜園 所以佛陀就命柯南尊者 他說柯南 你去這個瓜園那裡 和那些種瓜的人 去解下河 當時阿南尊者 奉了佛陀的命令 走到那個瓜園那裡 向那個種瓜的人 化一個西瓜 當時是一個女仔在那裡 一見到阿南尊者 來 放起非常討厭的心 很不耐煩的態度 阿南尊者說 請他化一個瓜 回來給世尊解渴 他不靜止不讓他 而且罵他 趕他走 說他討厭 叫他快點走 阿南尊者無意奈何 於是回來 跟世尊說 世尊 我化不到西瓜 因為我去化的時候 那個女仔很不高興 她趕我走 當時佛陀就微微地笑 後來她就叫家瑟尊者 她說家瑟 你去化吧 那那個男尊者在那裡想一下 我自己也化不到 叫家瑟去化 不是又是碰鏡子 她又怎會化得到呢 那當時的家瑟尊者 奉了佛的命 去這個瓜園那裡 又向這個女仔化瓜 那女仔 那女仔 一見到家瑟尊者來 深深歡喜 對她非常之恭敬 這樣家瑟尊者跟她化了一個瓜 給世尊解渴 她很開心 特別選擇了一個特大的西瓜 來給家瑟尊者 給她帶回去 那後來家瑟尊者在那裡 拱著那個瓜回來 那細尊 柯蘭尊者看到 就很奇怪了 為什麼家瑟是可以化得到 而我又化不到呢 同時是一個女仔 那當時佛陀呢 就講 一件故事給他們聽 過去生中 有兩位出家人 那他們兩個呢 都是很同參來的 那當時兩個 有一天 就出外行發 那一個呢 就走先 一個就走後 那怎知走走走走到半老呢 就遇到一隻死貓 那隻貓呢 不單獨已經死了 而且呢 還死了有一段時間 他身上 就出門很多蟲 那些蟲呢 就住那些貓肉來吃 那走前面那個呢 看到那隻死貓呢 他的內心很不高氣 哎呀又聞到那股味道 於是呢 皺起眉頭 就拔起臉 掩著口 暈怒 那樣 就走了去 但是走後面這個呢 這位出家人呢 他見到那隻死貓 死了已經很淒涼了 在路上 又被從來到去住食 又生起一個 慈悲憐憫的心 於是呢 他在路上那裏呢 挖了一個洞 就將這隻死貓呢 就拔了下去 同時呢 他很自誠心的 捉願 以這個法的慈悲心 捉願他來生呢 不要做貓 應該呢 是轉這個人生 然後呢 他做完這件事情呢 然後才走 嗯 佛陀說 過去生中這兩個修行人 到底是誰呢 他說呢 討厭那個 那隻死貓那個人呢 就是你 阿蘭的 宿生 而歡喜 埋葬 而且以慈悲的願力 祝福這隻貓 轉人生 不要 要脫離這個貓的身 這個人呢 就是 李家瑟 過去生中 因為你們兩個 叔姻 阿蘭是討厭這隻貓 這次 跟他 沒有結到這個好的緣 家瑟 用這個 慈悲心 埋葬這隻貓 就跟他結了一個好的緣 因此 這隻貓 到底是誰呢 這隻貓 就是現在這個 種瓜的這個女仔 所以這個女仔 見到家瑟 是這麼歡喜 見到阿蘭 是這麼討厭 這些都是由於過去生中 各自種下的縮恩 所以說 因緣會與時 果佈還自受 縱使經過多久的時間 作下這個業 是不會有遺失的 到了這個因緣成熟的時候 如是恩 就會這樣 如是果 我們眾生 因為如痴 不明白因果的道理 只知道是畏果 至到這個苦果臨頭的時候 兜生煩惱 兜生刺激 怨天由人 所以他只是怕這個果佈 就不知道 怕作恩 自己是互作亂為 作恩的時候 是不知道 所以 只知為果 不知為恩 因此 就只知做罪 不信將來 要負責 來受果佈 所以果佈現前 就怨天由人 以為是冤枉 以為天得公平 認為自己今生沒有犯錯 為何會遭遇這樣的果佈呢 深深怨恨 由這樣變成 惡常加惡 罪常加罪 我們明白佛法道理的人 能夠一生懺悔 所以這樣 這個罪障 就不會增加 同時一生懺悔 尚且恐怕罪業不能消除 又怎敢去怨天由人呢 所以經中說 做下十種極惡欲之恩 那先先呢 是要墮在三惡道 地獄 餓鬼 畜生 受暴 三惡道 果佈盡了之後 轉生人道 但是漁央未盡 仍然 仍然要受 漁央的 虎報 又由於 發生的罪業 三惡道的 報 三惡道的果佈 報盡之後呢 轉生 就為人 得到兩種果佈 第一種 就是短命 第二種 就是多病 所以現在我們看在世界上 看到很多人 有些很年輕的 就過身 有些 或者出生了 沒多久 就死了 有些幾歲大約死了 有些十多歲 就死了 而且不單獨 是短命 而且在他們 畜生 在人間的一段 期間 還加上 多病 這些 就是屬於 宿生 殺疫 的 果佈 所以 殺生的罪業 是非常之重 那 在這個世上 短命的人 多病的人 這些事情 都是現實社會中 事上 都見得到的 第二種 就是偷盜的罪 犯了 偷盜的罪 先先 就是墮 三惡道 受苦 墮 地獄 餓鬼 畜生 三惡道 受苦 這個三惡道 三惡道 苦 完 之後 他的餘殃 仍然未盡 所以 轉世為人 在這個 人世間 得到 兩種 果佈 一種 就是 尚 受 貧窮 之苦 二種 第二種 雖然 有錢財 不得到 自在 使用 受 貧窮 之苦 在現實社會上 很多人 我們眼見得到 正所謂 找朝 不得晚 艱難 道日 這個 錢財 不得到自在 受用 雖然他自己 是有錢 但是 他會被人控制著 自己 不可以 自由來 使用 這些 亦都是 宿生 曾經 犯下 偷盜的罪業 而 感受到的 果佈 第三 就是 邪淫之罪 三途 虎報 原筆 轉身為人 得到 兩種 果佈 這兩種 果佈 第一種 就是 淒不精良 第二種 就是得到 不如意的 段屬 妻不精良 男子 就是 一個妻子 不得精節 現在女子 就是感受到 丈夫對她不忠 所以現在 普遍很多人 在香港的地方 台灣的地方 有很多 因為出外做事 上中國大陸做事 鮑兒拉 這些 這些 這些家庭的 變故 都是由於 宿生的 最欲 所感受的 果佈 同時 得到 不如意的 段屬 自己的親屬 之中 和自己的感情 不太好 很多事情 都是 大家 相憎 相愛 這些 就是 眷屬 不得如意 以上 所說的 三種 就是 屬於 辛厭 殺盜人 的果佈 因為 辛厭 做下 殺盜人 的果佈 我們過去 生中 是不知道 糊糊塗塗 就作了 結果現在 德文佛法 知道 如是因 有如是果 所以 應當 要 慚悔 第四 是說到 妄語的罪 凡是妄語的罪 亦都能夠令眾生 墮在地獄 餓鬼 畜生 三屠之中 受苦報 藉此 藉此 這三屠的苦報 受完 之後 又轉世為人 但是 雖然轉世為人 這個余秧 仍然 未曾盡 在 這個世上 做人 仍然 要受 這個 因果的 報應 就是怎样呢?受两种果报 第一种,事上都被人诽谤 被人非短流长,很多诽谤的说话 第二,上被狂骗,事事被人欺狂,被人诈骗 受到人家的委扩,被人欺狂,诈骗 当然是有这个痛苦 这种的苦报都是自己过去身中所犯下的恶业而感得 第五种,就是两恶之罪,犯了两恶的罪过 先前,亦都是在这个三恶道之中受苦 所谓在这个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道的苦报完了之后,转身为人 在这个人之中,亦得到两种果报 第一种,就是建属,乖离 第二种,是亲族,敌恶 所谓建属,乖离 这个乖离,就是事事有冲突,不和的 无论是兄弟,姊妹,或者是自己父母,自己宿伯兄弟 时时都有这个冲突的事情发生 就是一家之中,不能够得到欢喜平静的过人 第二就是亲族,敌恶 这个敌恶,所遇到自己的亲族 都是不是善良之辈,时时都是你抠我,我抠你 互相疾刀,互相猜忌 这些在这个家庭之中,内心也都是很难过 第六就是恶口之罪,恶口之罪 恶口之罪,骂人的时候,就是很想自己和内心发出 是这样,搬这个恶言恶语来骂人 但是恶言恶语骂过人之后,谁知道是中下这个恶恩 所以,做下这个恶恩,先先是堕在三途感受这个恶报 三途恶报尽了之后,转生这个人间 亦都受到有两种恶报 第一种,就是常文恶声 这个恶声就是不好的言语 时时听到不好的言语 不好的言语,或者时常被人骂,时常被人委托 时常被人攻击,这些属于恶声 第二种,就是言多争重 时常有这个言语中的争吵,吵闹 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形,当然这个内心也是难过 在这个平静生活之中,是不得到安乐 第七,你以语之罪,先先受三途恶报 这个三途恶报完之后,后来就转生为人 在这个人之中,有两种果报 第一种,就是所说的言语,无人信受的 第二种,就是语音不明了 因为你自己所说的说话,人家不听你的 人家不信你说的 同时,这个语音不明了的说话,不得清楚 法音不得,凌厉 有时说口,说话的凸口凸说 凸来凸去,说来凸去都说不出 这些,就是宿生所犯下这个口业的果报 以上的四种,都是属于口业的过失 过去生中,我们是不知,犯下这个几大的恶口 几大的两舌,几大的妄语,几大的疑优 过去生中是不知 直到现在这一生,得问佛法 知道这种口业上是有这么大的过患 因此,我们应当要忏悔 忏悔无始以来的属业 无论过去生,现在生所作下的口业 应该真实忏悔 第八种,就是贪欲之罪 先先要待一个三徒之中受苦 三徒恶报,受苦缘不之后 转身为人,就得了两种果报 这两种果报,第一,就是心不知足 第二,就是多欲无厌 这个心不知足,真是内心的烦恼来的 时时内心是不知足,自己怎样所过的生活 都不得回足,内心是有一种痛苦 同时,多欲无厌多求,无厌多贪多求 因为有这个多贪多求的时候 从这个贪心为出发点 就会不知不觉,犯下这个罪业 就由于那些偷压拐欠,以及抢劫 都是由于这个贪心出发点 由贪心出发点,做下这个贪业 犯了这个罪过,这样令到自己身败名烈 这些都是由于内心的不知足 由于内心的贪欲,而所犯下的恶业 因此,这些这样的贪心之罪之过患 又是令到我们无异之中,作下很大的过失 第九,亲谓之罪,先度三途 先先犯下这个亲谓之罪 这个亲谓之罪,就是事上发鼻气 事上发亲火 因为人这个亲心一起上来的时候 所谓火遮眼,什么都不知道的 如狐作怜云,不知不觉 由这个亲怒的烦恶,作下这个杀人放火的事情 有时自己都是不能控制得到 所以作下这个罪业之后 先先就要待这个三途感受 地狱、恶鬼、畜生的恶暴 直到这个三途的罪业受完之后 转身为人,就得到两种果报 这两种果报 第一,尝被他人随其长短 第二,行被他人之所老害 被人随其长短的事常 被人装着他,看看他有什么过失 如果他是有这个过失的 当然当然很多说话委扩 就算没有过失,都是要制造这个过失去委扩他 就是事常被人随其长短的过失 同时被人老害的事常,受到人的障碍 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被人障碍至所要做都做不到 这些都是自己过去身中犯下这个侵畏的罪业 而感得到这种果报 第十种,邪见之罪,先度三途受苦 若果生人中,就得到两种果报 第一,就是心这个邪见之家 第二,这个心就是浅曲不极的 所谓这个邪见的罪业,邪见人 邪见就是愚痴,愚痴者就是因为他不信恩果 不信善恶报应之事 他认为若这个我业是无罪 以为恩果是无报应 他这种见解就是属于邪见 这种邪见就是属于愚痴的行为 没有这个真至真偉了达这个正理 故此,他的见解,以为他的见解是对 怎知他的见解就是属于这个邪见的见解 因此,依着这个邪见的见解,就作下这个罪业 他堕了这个三途追踪,受完三途的虎报 转身为人的时候,这两种果报就发生了 那这两种果报发生,生一个邪见之家 变成邪见之家,就引导他这个见解不得正确 变成了引导他走这个歪路 向这个歪路来走 因此,变成了自己一生所做的 亦都是犯法不合正理 作下这个恶意,又要感受可报 第二,这个心浅曲不极 即是这个心,时时有计谋去涵害人 时时这个心量不得广大,时上都是小人之见 这就叫浅曲不极 由于有这种浅曲之心 当然,所做的一举一动 亦都是不合正理,又犯下这个罪过 所以,犯下这个罪过的时候,葬下这个恶因 又在将来受可报,如是这样生生世世 在这个犯过受可报,犯过受可报 永远不能够脱离这个生死 以上这三种都是属于义业,就是这个贪、真、痴 这三种都是属于义业的罪过 我们过去生中是不知道,现在既然知道 应当要求忏悔,总上所做的十种恶业 所受的果报,虽然只有二十种 这些不过是大概来到分别 但是如果详细分别,其实是有无量无癫 一定是等 我待不及时详细分别 我待会,我们来讲讲 特别的特别有些摩托